欢迎收看明镜电视的今天大新闻 我是安华 现在我们的时间是中国时间2020年的10月的4号了 已经是到了9点钟 晚上的9点 那么在美东时间是早晨的9点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我跟陈奎德博士一起来制作 首先有请今天的嘉宾陈奎德先生 陈奎德先生你好 安华好 各位听众嘉宾好 好的 我们在线呢 现在已经有网友在等待着在观看 我们在这个 游玩这个频道呢 我们也看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呢 现场观众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次一并表示感谢 同时感谢我们的导播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有四个题目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突发状况的话呢 我们今天有这个四个题目 目前来看呢 我们第一个题目还是要来重点的关注川普总统的这个病情 我看呢 现在呢 最新的这个发展呢 就是川普总统在一个小时啊 一个多小时以前啊 转发了一条退 这条退呢 就是有关的这个在这个 李德医院外呢 支持他的民众啊 所这个展示的这个旗帜啊 那种标语啊 对他的这种病情的这种关注啊 对他个人的这种支持啊 这样的一段视频 这是最新的状况 但是呢 川普总统这个病情呢 在各个媒体的这种报道当中 或者说从不同的渠道 来透露出来他的这个病情呢 是有一些矛盾的 或者说呢 不是很清晰的 那么当然这也是一贯的一种做法 美国总统的这种 尤其是像当年这个 我们知道的一些 这个突发状况的时候 比如说1981年里跟遇刺啊等等 那么这些时候 他这种病情呢 有些时候是会出现一定的 这种解读的不同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个题目是说 来请陈先生分析一下 是川普总统病情是真的很严重呢 还是说 会再现惊奇 我们知道呢 他这个10月1号的这个 突发的这种状况呢 就染了这个疫情 最后 被很多人认为呢 是10月惊奇 第一天就出现了10月惊奇 那他会不会再现惊奇 也就是说呢 成功的像这个 像英国的首相约翰逊 或者说这个巴西的总统一样 最终呢是很顺利的渡过了这个难关 来战胜了这场 这个新冠这个疾病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呢 就是现在白宫呢 应该说已经是有很多人 由于在这个 尤其是据说 已经确定了 就是说 是在9月26号 提名这个巴雷特 作为这个大法官的那场 玫瑰园的这个活动当中呢 有多人被感染 包括这个克里斯克里斯蒂啊 包括这个三位这个参议员啊 等等 而且呢 这个巴雷特这位大法官提名人呢 本人曾经就感染过新冠疫情 但是后来呢 是已经是治愈了 所以说现在呢 白宫似乎一下成了这个疫情的中心了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如果说川普 万一失去了 比如说工作的能力等等 那么会不会导致 美国出现一个选举 或者权力移交的这种危机 一场宪法危机 这是第二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就是 中国的国家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呢 在一天半之后 就是川普确认了这个 染了新冠一天半之后呢 终于是邮报批法半折面啊 终于露了一下面啊 给这个川普发了卫文电 那么我们知道 我观察了一下 美国的各大新闻网啊 包括这个CNN啊 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表态 还是相当的关注 因为呢一方面 这一次这个疫情呢 美国方面的这个主打啊 对象呢就是啊 中共 那么现在呢 他发了这个卫文电 虽然说只有一句话 也就是说就是早日康复 就是一句话 那么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 那么 现在他这个是不是受了 这个金三的这个刺激 因为在此 在他之前呢 这个金正恩呢 都已经给习近平发了这个 卫文电或者卫文信 这种信息 他是受了这种刺激 不得不为之呢 还是他不大情愿之下的一种 一种应付 毕竟呢如果说 不发这个慰问呢 显得很难看 很没风度 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考虑 就是这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呢 就是现在呢 美国这个移民当局呢 现在已经是禁止啊 中共的党员 移民 美国 申请移民 那么这个决定 对两国的这个政治社会的 这种影响有多大啊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 这四个题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进入到第一个题目当中 就是川普现在 这个病情沉迷啊 那么这个说法呢 为什么会 有这种说法呢 因为就是说 白宫 或者说他的这个 熟悉相关情况的这些人士呢 就川普总统 这个健康状况呢 发出了不同的信号 比如说呢 川普总统在这个 昨天啊 周六啊 在这个提供的一段 这个医院录制的视频当中呢 他自己说啊 好多了 希望很快就能回来 那么总统的医生 同一天也表示啊 总统在医院情况非常好 在这同时呢 了解 总统健康状况的人士则说呢 川普生命体征 在过去24小时 又非常的令人担忧 那么这个就让人感觉到 很无所适从啊 到底听谁的 当然我们看到 总统本人的这个视频呢 确实状况是不错的 底气啊 他的呼吸啊 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大的问题 那么周六早些时候 那么总统的医生康利 在这个 沃尔特里德国家啊 军事医疗中心 就对记者说呢 川普总统这个 中度的咳嗽 鼻腔的堵塞和这个疲劳等症状呢 正在好软 过去24小时内没有发烧 那么AP的报道说呢 川普在服用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能这个降低体温 而且可以掩盖 或者减轻发烧症状 那么白宫记者呢 就有这个相关的报道说呢 康利医生说呢 川普总统每天都做 这个超成果检查 病例实验室的检查 但是记者一再询问 这个肺部扫描 是不是有肺部损害的时候 他拒绝详细说 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新冠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啊 对人体的一个 主要攻击目标是肺部 那么康利医生也拒绝说 总统何时出院 以及总统是否接受过 补充氧气 那么据另外的报道说呢 川普总统曾经在 周五的时候呢 吸过氧 所以说在这个 康利医生的这个评估 积极乐观啊 很这个 让人感觉到 很乐观的这种评估之后呢 一位了解总统健康状况的人士 告诉记者呢 说川普总统的体温脉搏 呼吸血压啊 包括他这种啊 这个血液的含氧量呢 等等 那么这些生物体征呢 生命体征在过去24小时 非常令人担忧 未来48小时将至关重要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 他正在全面康复 那么这位人士 到底是个什么人士 那么华尔街的日报就报道说呢 这些话是以这个 匿名的消息来源的方式 提供给记者的 这个美联社后来说呢 说这些话的呢 是白宫的幕僚长梅多斯 白宫方面又没有证实 梅多斯做出了上述的声明 所以说现在呢 就让人感觉到呢 似乎是有意在掩盖什么 或者说故意的这种 不要造成这种民众的这种恐慌啊 或者说这种对选情的这种考虑啊 等等 那么这一切呢 让人产生一些问号 问号 那么到底是真的严重呢 还是说这是一种 怎么说呢 给大家相当于这一个埋伏 给一个埋伏呢 让大家突然一下 这个川普总统呢 是满血复活啊 这个最终是战胜了这场新冠呢 导致他这种啊 本身他患病的 对选情带来的这种不利影响呢 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呢 陈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这次事件的发生 是相当的戏剧性 就是说大家在这个选情 到了川普和拜登辩论之后 大家觉得这个选情还有一个月了 然后要出现十月惊奇 都是普遍的期待 而且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选情 和2020年发生的重大的事件 一个接着一个都是戏剧性的 所以说突然 前天早晨 我一醒来就听到 说川普和他夫人感染了病 我都大吃一惊 就是说这个简直是一个爆炸性的 好像是影响整个世界的消息 所以说难免要 不少的人 尤其是选举的对立方 或者是其他敌对国家 不友好国家 难免要做这样一种猜测 就是说这是不是选举的伎俩 就是所谓的阴谋论 这个时候出来 但是我想隔了一天之后 川普又到了医院去 他的整个的也现身了 就是说自己走入到直升飞机去 然后到了医院 然后到了医院 后来又传出来 刚才安华已经讲了 有很多互相矛盾的 甚至互相对抗的一些消息 似乎是有人在隐瞒消息等等 但是我看到的昨天 就是包括下午 就是星期五下午 川普总统6月6点五十几分的讲话 看那个状况是相当好的 当然他也承认 我想这个就是先 他说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感觉的非常不好 很不好 但是服用了药以后 后来我看见报道说 他服用了现在的认为是比较有效的药 落得虚似啊或者人的那些药都不用了 他说感觉非常好了 看他的样子情况 说话的声音 各方面看来看来也没有太大问题 我想在这种时候 基本上这个阴谋论应该是消失了 就大家对这个 这次事件和有些人喜欢和 例如过去很多选举 包括台湾的陈水敏先生的那次选举 但是我觉得是不适当的 这个美国现在是 全部 而且美国是个透明的开放的社会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东西都在各方面的关注之下 都在新闻媒体关注之下 都在各方面人是关注之下 所以任何这种阴谋 你要瞒住所有的各方面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制造一个这种事件 然后来把这个事件 那个谎来圆 任何时候不出漏洞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阴谋论称 从统计学上来说 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基本上 所以说尤其是现在 他的所有的医疗团队 医生 医院 各方面的 他得了病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是事实 而且德罗宾的 现在的消息来源 也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他黑斯 就是那个希克斯 他的那个秘书那个顾问 和另外 就是现在传的更多的 这个第二个可能更危险的 就是说 那是提名 那个 巴雷特 提名会 那是提名会 所以后来有几个人 除了川普总统夫妇以外 还有两三 好几个人 两三个人都受中招了 白宫就相当的陷入某种恐慌 某种意义上好像是一个战争袭击 而且袭击了美国最高的首脑部门 白宫去了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而且现在的焦点集中在 可能这个提名会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他涉及的人多 而且那个会议上大家就看到 基本上没有戴口罩 发言 很多人也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等等 不管怎么说吧 现在正在 川普正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 这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正在从昨天下午六点多钟 他的讲话的视频来看 七八分钟的讲话视频来看 也相当不错的状况 我觉得基本的状况还是清楚的 虽然是说可能刚刚进去的时候 他可能呼吸或者有一点点困难的时候 有一点点发热 这些情况都有 我相信 但是目前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 他这个情况 当然按照医院的说法 我们也尊重这种说法 就是说未来的48小时是最为关键的 也不知道这未来48小时是不是 就是说从昨天下午开始 48小时 之类会发生什么情况 是不是会严重下去 或者会越来越走向康复 我的估算 我的估计是 川普虽然他这个年龄高龄 而且体重过重 从这样一个情况是最容易得病的 而且最容易受到袭击的 这是新冠流行的高危人群 所以他中了招 他前面出现了一些反应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这个病已经这么长了 大半多年了 而且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也积累了一些药物的效果的测试 等等等等 各方面看来也已经大体上 虽然不说现在有一个完整的 医生也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很好的让他康复的计划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情况 我认为大概率是可以控制住的 可以就是说川普有可能在这次重大的 袭击中间最后的逐渐的复原 但是时间多长 这个会不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会不会留下一些影响 这个我们还不得而知 总的来说 他是对美国的社会人心造成 包括全世界的社会人心 造成了巨大的震动 而且他可能影响深远 就是会对这次选举 选举的结果 选举的程序 选举的结果和美国的往下的政治生态 都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我想不过来就是说 刚才你谈到了 为什么人们要往阴谋 有些人们 当然是我想是不算多的 我昨天看到非常感动的画面 就是有15万人在白宫门口 为川普的健康祈祷 祈祷他找康复等等等等 非常感动的 这个效果来看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这种事件 就是说 我们在竞选 发生的本身就是对选举 对当事人是有好处的 这种事件从心理学来说 从整个的社会心理学来说 一个大家激烈激战的 总统候选人的一方 突然遭难 他是会引起社会同情心的高涨 也就特别是当然是 支持川普人群的高涨 包括其他的人群 像你看 像民主党方面 拜登也取消了所有的 对川普攻击的负面的标语口号 那些都 也 佩洛西 佩洛西 还有拜登等等 都表达了对川普的一些祝福 希望他们早日康复等等 整个的 也使得像似乎是 经过这样一个 非常没有预料到的 巨大的袭击和灾难 使得美国 明星更凝聚在一起了 美国人更团结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事件 从效果上来说 会出现这个事件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认为有人是设计了 这样一个事件 我是绝对不出这种看法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可能的 如果设计了这个事件的话 曝光以后 对他是基本上摧毁性的打击 对这个人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样发生了以后 他客观上 会出现一些 对选举后果有影响的 一些社会心理效果 选民的心理效果 和最后的政治 博弈 会达到某种程度 和原来的 没有发生这个事件之前 不同的一些 民调的结果也好 选举最后的结果也好 都有可能的 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是 设计出来的一个阴谋 来做这件事情 这点大家请放心 这是我的一个机会判断 好的 现在越来越铁杆 就是越来越 就是前一段 尤其是辩论前后 已经是非常的两极化了 但是这次 川普受到病毒的袭击 川普夫妇到了 川普到了医院 然后遇到了如此大的灾难 这样一个时候 美国的民心 一方面同情 川普的这个情绪会加强 另外一方面 恐怕有些人也会 就是说因为这个 这个民心的 心理作用的转向 也可能会改变一些 过去民调的 结果等等 所以说他会对选举的结果 会有一些影响 当然还要看 这个最大的 关键还是要看 川普这个病情的发展 如何 会多快 治愈 或者会 比较慢的 治愈 或者会将来会 发展的比较严重 这些可能性都存在 而整个的 美国的政治发展 这是选举的结果 都和他的身体的状况 息息相关的 这就让大家恐怕 还要注意 不能说现在就完全 落关了 就是说 我认为概率比较大的是 他可以 可以康复 因为这个 这个病情 已经 还流行了 大半多年了 医学界 各方面也 掌握了相当多的一些 经验和一些情况了 一些 一些数据了 包括各个药物也正在 疫苗也在 出来的过程中间 治疗的药物也有各种试验 哪些不大行 哪些还可以 哪些是效果相当不错 等等 都出来了 我想 对于川普的这个 整个的 这个身体 是有好处的 这样 这样长一段的经验积累 是有好处的 但是最终 大家知道 我们都知道 武汉的病情 大家也知道 当时 一些老年人 发生了病以后 有些是送到医院的路上 就突然一下 就去世了 有些是到了医院以后 看来已经 吃了点药 其他就 慢慢有点 恢复了 隔了一天 突然一下去了 都有这种可能性 不是说 不能说 现在就是完全 乐观的 就是说 川普就完全 因为他的那个 医生康律说 他也承认 就说呢 未来的这个不光是48小时 实际上未来的一个星期 是 十天之内 就是说都是非常关键 就是说 自己演说也说 他说好几 好几天之内都是 也是关键 所以说要看 这段时间的发展 要密切关注 他的整个的病情的发展 特别是最近 两三天三四天 果然是相当重要 看看那个基本的情况吧 我想美国的医疗 技术 医疗条件 还是 我们大家还是 给他给他寄予希望 给他寄予某种信任 希望能够早日康复 这个事情 对整个的 美国的人心 冲击太大 而且对整个的 美国的政治生态 也是冲击很大 这个不可否认 这种事情 大家谁也没料到 但是十月惊奇 第一天就发生了 就发生了这样 2020年 这是非常的戏剧性的一年 我相信大家都要记住 这些事情 都会记载在历史上 都会记载 我们大家都是 亲身经历 这个历史过程的 当然 这是一个非常的 关键性的历史时刻 的确如此 这次 应该说的 是这个选情的 前两天还在谈论 谁辩论 占了上风 结果这件事出来之后 一下子整个这个 形势 那个都不重要了 对 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 现在就是 就是他的这个病情 而且他 我很赞同 就是您刚才这个分析 就是说 这和阴谋论 或者说这种 压根 压根就是 风马牛 过相级的 这个事呢 我想呢 他这个病情呢 而且他这个病情 还是毕竟 这个在选举日 这中间 还有一个多月 三十二天 一个月 对 所以说这个当中 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如果说你 你知道阴谋 就算像这个 某些这种 你知道这个阴谋 你这个阴谋是 对你不利 都不清楚 因为这个和他的 病情的发展 选举的发展 都有密切相关的因素 而且有一个因素 变了以后 整个结果 可能就反倒过来 所以说 你那个阴谋 是根本不可能 设计精确的 最后是 exactly 百分之百的 对你自己 这方有利的 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东西 变化复杂多端 而且你不可能 掌控这个变化 好 谢谢陈先生 对第一个话题 这个分析 还有相关的这种评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自然的联想到了 就是现在白宫啊 这个确实呢 已经成为一个 似乎成为一个 疫情的这个 发源地了 因为就是9月26号 在白宫的玫瑰园的 这个发布会 提名会 那么这个仪式上呢 确实大 我看了可能不到五个人 或者不到六个人 戴了口罩 其他所有的150个 在场的这个嘉宾 都没有戴口罩 而且这些人当中呢 有多人已经是中招了 包括川普总统本人 当时呢 这个现在呢 就说 有人透露呢 就是因为白宫啊 当时这个 因为川普总统本人呢 他对这个戴口罩 非常 不以为然 很不喜欢这种做法 所以说呢 对白宫的工作人员呢 大多数也都不戴口罩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让这个白宫啊 现在这种集中出现了多起的 尤其是参加那天活动 包括这个三名 这个 来自这个 北卡罗来纳州 犹他州和这个 那么这三个州的 那个参议员 阿迪利斯啊 等等 那么他们都已经是 确诊 这是阳性 还有呢 克里斯克里斯蒂 那么作为这个 新泽西的州长 同时也是川普总统 这个竞选的顾问 那么他呢 也是啊 确诊了这个 等等 我们这个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川普总统本人 因为他现在呢 犯了病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了 那么美国的相关的这种法律 包括宪法都有相关的规定 就是说在总统 万一没有办法履行职责的时候 或者他无法实施 或者他 那么相关的这种 包括辞职啊 等等 健康原因啊 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到底会发生一些 什么样的这种 对于权力的这种移交也好 再加上这一回呢 又这么临近 就美国的这个大选 总统这种大选 到底会怎么样 那么就选票上的名字 都已经定了 那么如果说万一 有些人已经 已经通过 对都已经投了票了 这些投票都已经做了 那么当然目前呢 川普总统这个症状 还是比较轻微的 万一如果说 他的病情加重无法理取 美国宪法的规定呢 那是25修正案呢 他允许总统把这个宪法 这个权力的交流 那么第一顺位 当然就是副总统了 第二顺位就是 这个众议院议长 那么现在就来说 民主党的这个南西各州西了 那么现在呢 彭斯啊 有可能成为 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成为美国在 代总统 直到这个川普康复 返回总统职位 那么此前呢 在 里根政府时期呢 在里根1981年的时候 还有小布什 执政时期呢 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副总统带权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小段时间 但是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么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这种权力的移交呢 宪政专家认为呢 还是会引起一些法律的政治 比如说 这个第二顺庇的这个佩洛西 如果说彭斯无法履职 比如说他也 他也这个中招了 那么目前当然 彭斯检测结果呢 是阴性的 但是也有人说呢 因为这个假阴性的 这种状况非常多 所以说呢 也不能就确定 包括拜登 这个前副总统本人 也都有可能 就是说 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所以说呢 现在呢 这种权力移交是一回事 那么再一个就是 大选会不会被推迟 那么这种说法呢 最近也是有很多人打这个 打了这个 这种想法 或者打这个主意 实际上呢 这个呢不是总统就能定的 那么这也是需要两党一致通过 而且在参中两年 获得多数票的支持 才能改变这大选的日期 那么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那么尤其是民主党控制政院 那肯定是不会统一的 那么就算大选日期改变了 美国宪法规政 总统任期只有四年 所以说呢 川普总统这个 他的任期呢是 第一届任期呢 就是在1月20号 明年1月20号自动结束 那么所以说呢 改变这个日期呢 前提要修改美国宪法 难度也很大 那非常大 那个不是要你参中两院 都要有一半以上的 那个才能够 那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那现在要马上修改宪法的话 就是说 其实改变总统选举的日期 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呢就是说 按照宪法规定 你即使是参中两院都通过了 要修宪了 但是按照宪法 还有一条没修正 就是说 这个总统 川普总统 他执政的日期是 到哪一天为止 这个没修正 到了 他就截止了 截止的话 那么你后来总统 他的任期截止了 他总统权力到那天以后就消失了 然后你说是要 要下一步 要再选 要延两个月 延多久 那这段空窗期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都还有 所以 会 我觉得就是说 有中间有可能出现 比如说 诸种情况 当然现在最首先的情况 就是川普总统的身体状况 现在他还没有移交任何权利 给任何人 对 而且明确表示 白宫方面是不准备移交这个权利的 对 所以说 但是他如果是说身体状况 进一步恶化 不能履行职责 那么按照那个总统继位法案的规定 这个总统继位法案 其实在1892年当时就有了 关于总统顺位的 但是后来才发现 那个还不够精确 到了1947年 又重新修订 把那个总统继位法案 说得非常非常精确清楚 所以说 有些包括敌对国家的 正要想来在这中间专控制 或者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美国总统如果是因为身体状况 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 各种各种各种原因 不能逝世 不能履行职责 他有非常严格的继承法案 就是继承法案来规定的 所以说这不可能是美国 有哪个时候是没有一个国家 有群人无守 这个国家乱了 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有可能出现一种 就是中间出现一些宪法争论 法律挑战 例如我们刚刚说了 总统金融法案规定 第一个顺问接替的是 那个副总统 第二顺问如果副总统不行 他也得了病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履知 下一个就是 众议院立长 佩洛西 他是民主党人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他们就认为 很多可能在宣法专家也好 法律专家也好 可能就认为可能会遇到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佩洛西是民主党人 现任总统的全部班子 是川普会认的 所以他都是共和党啊 或者亲共和党的 这个政策和佩洛西的政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说佩洛西 他就不愿意领导这样一个班子 他自己不顺手嘛 而且也没有时间来重新 任命一套总统班子来接任 所以说这就遇到一些法律挑战 然后再一个下一个顺位 就是总统如果他不行 还要计较一个 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 就是87岁的格雷斯利等等 所以总统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恐怕就要涉及到了 宪法争议的问题 究竟谁来接任 究竟谁接任比较合法 那么就是一个宪法解释的问题 就是关于总统基督法案的解释问题 那么就是说 最高法院这个九国大法官 最至关重要 因此为什么很多人 这次也是非常关心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非常关心 就是这次 那个最高法院的那个基督人 是不是在川普总统 在这期间能够把他任命 我想在一般情况下 因为参议院多数还是在 掌握在共和党手里 只要参议院通过就可以 而提名权是总统的权利 这个也没有人能够打掉他的权利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有可能在这个程序过程中通过 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复杂的一些 包括白宫相当多的人 复杂的这样一个 总统本人的生病等等 复杂状况下 是不是按照原先旅行的 这个大法官的任命和就任 现在也出现 参议院的这个染病的 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对 所以这涉及到宪法解释 就可能遇到一些宪法争议 也就是说 美国是不是会在这段时间内 陷入某种宪法危机 这个是我所关心的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还是很小很小 因为即使川普的总统 川普总统往下这几天 病情有所恶化 不大能够履行总统职责 我想顺位接替的彭斯 不会有太大的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了 彭斯又同事又中招了 又是那个什么 佩洛西又不愿意接任 这个东西等等等等 这些加起来的这个可能性 是沉起来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次 大概率事件还是说是 川普总统在这个期间 在十天之内 他说到现在 就是说十天之内 如果能够再一次检测 是阴性了 能够出来就是 那么他的15号的辩论也可以进行 看来15号的辩论 基本上不大可能像上次一样在现场了 最多如果是有那个 也是视频的辩论 我想最多了 所以往下的视频辩论 视频集会 这些都是会成为相当 大概率发生的事件 但是这个概率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有可能 他逐渐在恢复的过程中间 这个总统的那个大选 有些过程就取消掉了 但是有些重要的 包括他和拜登的两次辩论 还不会进行 大家拭目以待 是不是第一 第二次那个15号有危险 22号有可能 真的都不清楚 现在情况 这些都是影响到 往下的行动 因为上一次辩论 大家知道 整个的评论客观来说吧 共和党虽然认为是川普赢了 民主党认为是 这个隐乱 主流媒体认为是 那个拜登略胜一筹等等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我们大家 我们上次谈到了 这次辩论 川普有重要的一些议题 包括这个 就是这个疫情相关的 和中国的关系问题 就是万一关 肯定本来是 要会安排下一次 或者第三次辩论里面 进行的 这是川普要打的 是重途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东西似乎是会 因为这次疫情 而会淡化 但是我相信 这个 这次淡化 不见得是一个真正的淡化 比如说不见得是 疫情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会 排在越来越后面 或者不重要 不是的 这个 本身川普受到 这个疫情的打击 染病 这本身就是天大的事件 本身就对这个 从中国发生出来的 这个疫瘟疫 这个武汉病毒 就加重了它的分量 就是说美国的民情 在这个事件过后 都会对这个中国政府 在初期没有能够制止 或者说隐瞒了疫情 谎暴了一些数据 等等对全世界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 这个事情 在选举中间 它的分量会加重了 由于川普的生病 由于这个 现在我稍微补充一下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CNN的一个报道 就说这个 当天呢 川普这个上医院的过程 实际上非常不顺利的 就是他自己不愿意去 他的顾问呢 是这个 这个极力的劝说 他要去医院 多名这个知情人士 说呢 在确诊这个 患病之后呢 他是不愿意去医院的 当时呢 这个海军一号Marine One 这个直升机呢 都在这个南草坪 一直在那空转着啊 就为了等总统上飞机 那么这个 但是他不想住院 所以说呢 他的顾问就意识到呢 他的这种 对他不希望表现出来 这种虚弱嘛 那么他就 但是呢 白宫医疗官员 因为心里面没谱 他觉得呢 这个对川普的 这个升级状况 感到很担忧 所以说认为呢 他应该去 这个沃尔特里的医院 那么在那呢 应该有大量的资源 可以更好监测 所以说呢 后来还是被说服了 所以说呢 他在这个登机的时候呢 看起来 我们看到这画面 也是 确实走路 也有些疲惫 连接 这是一个 最新的一个报道 这个很合乎川普的性格的逻辑的 他肯定是不大愿意 示弱的 像外面 他被病毒击垮了 等等等等 他是要 愿意表现自己的 强悍的 男子悍的 形象 状况 我想 所以他不大愿意 想着去医院 我觉得 这是 很可能的 就是这个报道 我是非常相信 我是完全相信 但是 但是他现在 已经在医院里面了 而且 从他发表的 昨天发表的演说来看 那个谈话来看 整个的状况还不错 所以说目前来说 整个的 everything 就是control 都受到控制了 所以说应该是 我觉得是 目前看来不大会出现 重大的意外 除非是今天晚上过后 又会 看看情况 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 按照医生的说法 医院说法 就是这几天 十天之内最长 十天之内 是最关键的一段时间 看传播总统的身体状况 如果度过了这十天 到了十月十号 或者怎么样 他的情况 就基本上可以 可以做一个判断了 可以稳定下来了 那么往下的情况 就我觉得是 比较能够 可以推测 是出来了 就是说这个是比较重要 刚才我们谈到了 就是说 他基本上 可能会 因为很多情况 都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在什么时候恢复 在什么时候 会恶化 或者说怎么样 各种情况 千变万化 你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都摆在前面 所以每一个可能性 都会导致不同的 整个的社会心理的变化 整个的政治生态的变化 等等 所以说非常难说 但是我刚才说到了 有可能 虽然是有 美国有非常严密的 总统继位法案 但是即使是有这个法案 但是有可能中间 还是会发生一些 宪法争议 也许会诉诸 最高法院的裁决的情况 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做好 一些思想准备的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两党的情况 表现都还是比较有风度的 起码民主党这方面 我们刚刚已经谈了 他们已经取消了 攻击性的 那些标语口号 这些争讯 而且都对川普夫妇 表示了祝福 美国的大众 也是表示了一种 好像大家 国难当头 大家同仇敌愿的 应付这个挑战 这样一个情况 美国遇到了这种灾难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凝聚整个的 特别是民主社会 凝聚整个社会人心的 一个重大的历史契机 这个对于战胜很重大的 往下的挑战 是有非常大的好处 这是美国的一个 美国社会的一个特点 我们看到它在危机时期 包括二战 你用珍珠港事件之后 或者是怎么种 重大的挑战出现以后 这个国家反而是 非常的齐心合力的 同仇敌愿的 应付这个挑战 最后取得某种成功 这个是这个国家 所以我经常说 民主社会 它有一种 平常看的蓝蓝散散 很难做出重大的决定 大家互相的意见分歧 各种各样的争论 连绵不绝 似乎是非常的没有效率 但是遇到了重大的挑战 重大的危机的时候 它比任何社会 比任何专制社会 专制社会 因为每个公民不是 这个对这个国家 有这个主人工 那个责任感 而在这个民主社会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我的 我选出来的总统 我选出来什么什么 这个如果遇到挑战 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责 所以这样一个 会爆发出一个非常神秘的 巨大的力量 来渡过难关 我想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这一次他的生病 也某种程度上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目前已经看到了一些端倪 往下恐怕还进一步展现 这样一个状况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话题 看看就是习近平对 川普的发出的这个魏文殿 那么这个呢 确实在昨天呢 这个应该说 是一个 在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说 到了这个早晨呢 如果再不见这个 这个消息呢 我觉得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发这个文件 因为确实就是说已经是 表明了一种 两个人这种关系 彻底冻结或者翻脸 那么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这种 因为已经过去了一天多 而且呢 世界各国领导人 包括这个在他之前的金正恩呢 都已经发了这个 这个魏文的信息 那么你这个时候呢 压根就没有这种 表示的话呢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也就没有必要的 因为川普总统本人呢 他也会感觉到 他也知道 就是说这个 你现在这种做法呢 也就是说 就是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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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最终呢 他还是在这个 昨天的这个 应该说是 美东时间的早晨嘛 美东时间的早晨六点多 也就是 北京时间的晚上的六点多呢 发了这个消息 表示了这个 聊聊的两句话 实际上也就是一句话 祝你们早日康复 那么他这个 和夫人 彭丽媛呢 向你和你夫人 表示悲论 而且呢这个中文呢 也没有用您 因为应该说有些时候呢 他会 这个中方的这种 应该是用词啊 都是有讲究的 如果说关系很好的时候呢 也就是会用您 包括对我 之前对普京的 有几次都用的都是您 那么这个呢 现在呢 他也没有 就是像你和你的夫人表示 那种书院早日康复等等 那么这个消息呢 就是 让人感觉到呀 有些心不甘情不愿 他不是很乐意做这件事 但是呢 好像似乎不做呢 确实很难看 也觉得的确很难看 再加上呢 显得就很没有这种风度 没有风度 再加上 是不是让人觉得 他是不是觉得心虚啊 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 他肯定知道呀 这美国这个舆情啊 这种 民意啊 都指向了这种中共病毒啊 作为这种 造成这种 一旦 说出这个话呢 反而觉得 是不是引起大家 对这个问题的 再度的这种关注呢 所以说可能这个 等等这些原因啊 让人感觉到 他是有些投鼠忌器 那么相信 可能他和这个幕僚也好 和这个政治局的 这些常委们也好 肯定是有这种 讨论啊 或者说甚至是 开了会的 我们现在知道呢 当年911的时候呢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 当时江泽民呢 就是召开这个 紧急会议 连夜开会 在讨论啊 结果呢 很快就定下来 表向美国呢 第一时间发出这个 慰问 向这个小博士 发出慰问的信息 他这一招啊 当时这个表态的 确实也是 当时起来相当重要的 相当重要的 因为小布什上台的时候 已经明确的 已经把中国作为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了 他的演说 已经谈到了这个东西 所以说后来的发展 如果没有911事件 他比较早的 就会受到美国方言 大的压力 但是911事件发生了 整个的方言流转 再说他的反应 确实这个反应 是非常快的 就是说很快的 就写了一大通电报 不是说像现在一句话 一通电报 要站在美国那边 要反对恐怖主义 等等等等 你说了一通 好听的话 所以那个东西 对于当时 中共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起了某种 紧密化的作用 确实看出来是大的 后来受到的压力就很小了 而且到了最高潮的时候 甚至2008年 小布斯也去参加 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 等等 那么您现在就说这种 现在这种 这个局面呢 目前这个局面 到底受到刺激了呢 还是他确实就是不想做 就是说他 我想这个当然是 那个习近平 那个他那个二人的关系 他心里都是不高兴 不愿意 当然这个东西 他还 他个人可能还要征求一下 政治局的 因为他们常委的意见 常委的意见嘛 也要知道 中国的这些决策过程也是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表态 因为很多人要想顺着 习近平的想法来说话 或者怎么样 总之 他那个决策过程 中共这种决策过程 总是要慢一拍的 所以一方面 习近平本身 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 他还是要 征求这个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对政治局整个的 那个决策的过程呢 恐怕也要费点时间 所以整个来看呢 就显得有点 好笑 就是说主要的 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国家 全部都发出了 包括金正恩 这些国家都发出了 那个祝福的电文啊 等等等等 只有中国没有 中国 所以显得是非常的突兀 非常的 感到 好笑 感到有点 这个领导人实在是没有风度 所以现在 他即使发出来了 也已经造成了某种意见了 当然如果是最后 根本就不发 这个就固定下来了 就固化了 所以他们还是 可能还是最后想对中美关系 还留 留最后一手吧 要不要搞得最后是完全 对啊 做绝了 可是真就把这门就堵上了 那川普总统也是很敏感的一个人 他这种自尊心啊 他这种都是很强的 拉荡 你看他昨天那个视频当中也说到了 非常感谢世界各国的一种领导人的问候等等 我相信我觉得甚至某种程度他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听到习近平的一句话 那因为这个毕竟呢 这个这个病呢 是从中国来的 对吧 这个呢 这就暂且不论了 已经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这就先不说了 我的个人都已经患病了 再没有一句话的话 我相信可能中共日子 那真的就很难过了 那本身这个事件过了以后 本身也 也会 压重这个 东美 方方的对付进去 这是肯定的 这个没话说的 你看那个江沈 那个英国手下 他得了病了 得了病 开始 他对于5G的态度 就是中国还是比较 犹豫的 比较模糊的 比较 还是愿意 中国的5G 对华为的5G来参与 英国的验赛 这不过在最关键的部分 但是他得了病以后 康复以后 虽然说话还是不提这个事 不提中国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对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根本没有消失 后来他政策大幅的改变 大幅的改变 有这个因素 很显然的 也有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一个作用 但他发病的时候 两者叠加起来 所以后来英国就完全全面的翻转 全面的和美国保持不较一致 这个是人的心理 你这个事件清清楚楚的 这个从哪儿爆发出来这个疫情 看着他怎么样向全世界扩展 弥漫 整个的先是 到川普虽然封了航线 但是这个很多病人到了欧洲 他们川普没想到从欧洲 再到美国 所以说整个来听问 这个情绪是 尤其川普也是个性情中人 你说对他的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 他说话的说的是 过去我们还是不错的 我心里面玩等等等等 但是这个疫情之后 他的处理 我不愿意跟他说话了 我说怎么怎么了 我这个事情 如果要负责任 他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 所以说再加上他自己现在 美国受到重大的 白宫作为一个中心 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他自己本人和太太都染了病 绝对没面 这个对美国民心的影响 对美国民情的影响 包括对川普本人的心理上的影响 和整个的美国的政府的运作的影响 都有显然的 这不可能抹杀掉的 不可能是零作用 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 所以说 这会在政治上 也造成一些基本的后果 我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就在川普 川普当天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这个 但是不管怎么说 川普发出公告的当天 就是关于中共党员 就是我们下面讨论的 中共党员不能移民 包括不能办绿卡 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等等 这样一个 就在当天同事就发布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传了很久了 7月份就开始传 但那个时候传的当然是范围更大 就是说不能入境 现在是非常比较精确化 就是说不能移民 不能成为绿卡 你的持有者或者美国公民 就是中共党员 现在已经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当然不是说 也不能来参观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 原来传的是比较犯的 好像是都不能入境 现在这个很清楚 但是这个事件和川普自然病 是同一天发布的 这个 大家可以考虑出来 今天是不是有些联系 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说这个 这个十一中共的国庆 那么这个蓬佩奥居然发了 这个祝贺 他是这个美国驻华使馆 他是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出来的 他说我代表美国人民 在10月1号中国国庆节 祝贺中国人民 美国祝愿中国人民 未来一年里 健康繁荣 快乐和和平 这是蓬佩奥的这个 发的这个 祝贺信息 我觉得这个呢 也确实也有点 这个似乎也是有点这种 让人 有些吃惊的 因为他对这个 一向是对 中国的批判是最 中国民众的这种切割 那么现在怎么突然 又发了这么一条信息 让人感觉到和这个 蓬佩奥那个讲话呢 有点这种 似乎有些义取同工 我想这个是两个因素了 就是说一个是说是 这是国家引力 你毕竟现在是和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外交关系 所谓的国家节日 既然中国有发了 7月74号发了 美国这边有个对的 由人的仔细的研究 蓬佩奥这个 关于出货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的那个信 那当然是 你刚才也看到了 中国人民 不要强调中国人民 这个方面的关系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他和过去的 美国的国务卿 包括他的前任 贝勒瑞再次的 再前任的那个 忘了那个名字 和那个 和那个辩论的 和征选总统的 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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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些 措施是还是相当不同的 因为他们除了开始的 官司的一样的话以外 往后 他们那边还说了一些 中美之间的 关系的 经济文化 什么方面的发展 等等 这个 蓬佩奥就是完全官司的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就是说官司的 既然外交关系 现在还没有中断 既然 这个美国 中国如果是 美国7月14号 也发了这个文 那么对等的 我们要 这边国务卿 要发这个文 我觉得是 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 第二个 就从前一段时间 似乎是中美关系 降得非常快的时候 不是后来到了 关于是不是要和台湾 正式建立美台关系 正式建立邦交 突然一下杀了车 这个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考量 我们不知道内部的各种原因如何 但是很显然的 是在那个前一段 飞速前进的美台关系 稍稍踩了一下刹车 就是现在看来还不是到时机 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川普 他的战略方程是先 先从中共的背后 就从北朝鲜弄起 就是说 把北朝鲜的关系弄起来 使得中共处于四面无敌 而不是从东面这个 台湾这个问题 台湾这个问题 可能各方面的专家 提出意见 现在是不是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要承认北台正式关系 在这之间 如果是发生某种军事冲突的话 恐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见得是有利的 总之 这个中间 关系是有所微妙的变化 就是说减缓了一点 就是美台关系的迅速发展 稍微减缓了一点 然后呢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 这种紧张关系 非常快的 要对撞了列车 到了之前就突然减速了去 这个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蓬佩奥这个 也是恐怕这个 总的政治基调 外交基调 这变化的一种反应 就是说 有一个敌意性的东西 还是需要的 就是说 既然还是两个国家 国家 国家方面 还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可能发这个电报是应该的 或者是说 按照国家利益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 我做了一个 我觉得不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确实措辞和前几任的 国务卿的措辞是相当的冷淡的 比较确实 它完全是官司的一个措辞 而且也突出了 现在美国的政策的是 强调中国人民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分开 这一点 我不认为这个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基本上 可以看来说是个策略性的东西 第三个话题 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先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在大概第四个话题之后 我们就要开放的时间 和我们的网友 也进行一并交流 接下来我们看看 今天的第四个话题 那就是 现在美国进制 中共党员的移民 这样一个最新的一个事态发展 我们看看到底有些 什么样的一种做法 其中 看看呢 现在的美国移民局呢 是现在是已经是 10月2号 发布政策指南 说呢 凡是申请移民的 这个共产党员 或者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 这个党员 或与之相关的成员 都不会获得受理 那么有消息说 这个政策指南还说呢 这项不可受理依据 是美国国会通过的 应对美国安全威胁 更广泛法律的一部分 除非有豁免 任何是 或曾经是 美国国内 或外国共产党 及其他极权政党成员 或与之相关成员的 移民 都不被允许 进入美国 据说呢 这项政策适应于 谋求移民身份的外国人 人在美国境内的共产党员呢 申请将身份调整为这个合法的永久居民的身份 也就是拿律法 您刚才也说到了 早在这个7月份呢 纽约时报曾经就有这个消息透露说呢 川普政府全面考虑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 连往美国 那么因为中共呢 有这个9300万人 有媒体就估计他们的家属加在一起呢 大概就有将近3亿人 那么这些党员大多数呢 也并不掌握权力 也都是普通人 所以说呢 外界不少声音就认为 这样做起不到制裁 那么7月16号当时这个 这个华春莹在回应这件事的时候就说呢 如果这样的话是属实的 他认为呢是很可悲的 那么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那么意思就是这个形象不好看 那么随着这个中美关系 进来这种持续的恶化呢 国务卿彭培奥呢 9月23号发出了这个警告 要求呢 美国各州和地方的政界人士 警惕中国外交人员 防范北京的政治活动和间谍活动 彭培奥呢还透露说呢 国务院正在检视美中友好协会啊等等 一些这个包括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 怀疑他们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学校 商业团体和地方政治人物 他说呢 两个组织和中共的这个统战 有关联 蓬佩奥还警告 就是说呢 即使在现实级别呢 这个中共也有机会进行宣传啊 渗透这些活动 当中国外交官员接近你 要知道他们很可能不是本着合作 或者有益的精神 他指的联邦政府不可能监督所有这种掠夺 和强迫行为 所以说呢 要让各个州的这些议员们 官员们 自己呢也要有这种警惺 那么这现在呢 就是说这样一来呢 我们让人看到呢 似乎这个现在对中共的这种打击啊 应该说也是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了 尤其是现在作为一个正式的 这种政策宣誓呢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要执行了 显而易见就像开始执行了 那么您认为这样下去 这个事件本身 或者说后续的发展 对于两国的这种 政治方面也好 社会的这种层面也好 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效果 或者是 我想说这基本上是整个的历史进程中间的 一个节点 一个里程碑 就是说在中国和美国脱钩 就是美国 美国主动的寻求和中国脱钩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 为什么说这个因为 中国的共产党员 大家知道是很多你说的 其实他有9100多万人 反正是相当大的数量 而且如果涉及到家人的话 总共是两三千亿人 相当庞大的数量 很多人并不是说是有什么权力 有什么特权等等 但是刚才这种朋友讲的 美国政府他不可能完全面的监督所有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要获得到美国来 要想移民 要获得美国的正式的公民身份 或者是绿卡身份等等 这样一个东西的话 一般来说是在美国社会 在中国社会里面 是已经有了相当的能力 相当的特权 权利的这些中共党员 他们有需要有这样一种安排 就是说做美国的公民同志 或者做美国的绿卡居住居民 绿卡所有者 来保障他在美国方面 在中国和美国两方面 都能两边吃糖 两边都获得好处的利益 这个到美国移民来说 一般来说还是属于中共党员里面 比较有能力的 有地位的 有相当的特权的 包括他的经济权利 他的政治权利 他的社会地位等等 这样一些人 所以说这次比上一次 七月份说的就范围就缩小了 就是不是说是禁止中共党员入境 而是移民 禁止你移民成为美国公民 而且说的也非常清楚 你是完全 因为当美国公民或者是居民 他要有一个宣誓程序 尤其当美国公民 要效忠于美国的宪法 你现在你中国共产党 入党 党员入党 你要 也要宣誓效忠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党纲 那种为共产主义奋斗 那就是消灭私有财产 总之和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是冲突的 你不能效忠了 那个东西 又效忠这个 这两者之间是完全冲突的 法律体系 意识形态 所以 从法律上来说 从政治上来说 从意识形态来说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这个都是合去合理的 你没有可能是这种双重效忠的 你又效忠中国共产党的党纲 效忠要富贵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消灭资本主义 它的基本的纲理 我们说的简单一点 而你又来效忠于美国的宪法 美国宪法保证的是什么什么 公民的这些权利 这个权利 包括私有财产权利 包括反对和共产主义 完全冲突的 或者完全相反对的 那些条款 你不能 这里不能说是两边吃糖 你不可能说双重忠臣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说你必须 你是共产党员 你就得 你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 就不能成为美国居民 我想这个是逻辑上也存在 实际上一直都是有的 我们知道这个 过去是有 但是过去就是说因为 就是说 中共说 应该说 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行的执法的时候 就从来不严格 而且很多人就是 包括中共很多党员 大家众所周知 他都是 前的时候是傻谎 他一定是否认的 明明是中共党员 他填的是不是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事情 现在就要较真了 较起真了 有些人说 你不可能吧 你海关 我说 我不是中共党员 你怎么残留 是 这个是 他不可能是 当时就克力查证 但是在美国 这个法治社会 大家知道 他是信任你 所有的文献里面 你填的法律文件里面 说的每一句话的 我们就说 就是不怀疑你 你是填这个 我们就相信你是这个 但是一旦发现 你填的不是事实 以后 发现了 你撒了谎 你什么 那你整个在美国的 信用就完了 你在美国法律上 你如果在这种重要的 正式的场合 你撒谎的话 那么 你在美国的所有的 这个东西 你就没有信用 你就要受到 很多的法律上的制裁 就是说 他那个法律 是法后制人的 就是说 不是说是 说是 你填的时候 他要调动 重大的司法力量 他没有这样 可能 重大的司法力量 或者警察力量 来调查你的背景 就是当时 每个人 入境美国的时候 要填移民的时候 都要调查 但是就是 美国的法治社会 大家在美国 生活久了都知道 你说什么 别人是相信你的 这个中国人 看来就是 美国人怎么这么天真幼稚 不是天真幼稚 他这个法治社会 他就是这样的 他是相信你说的话的 就是所谓的 一罪从容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一旦发现了 你填了 你就要对这个 以前的东西负责任 一旦发现了 你撒了谎 那你在美国的一切 就完蛋了 你没有信用 你对法律撒了谎 你将来的很多事情 就完蛋了 过去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模糊为止 因为两国关系 维持比较友好的状态 或者是 因为处于种种原因 有绥靖政策 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现在就要真正的 较真执行了 那么你在填的时候 每个中共党员 你要想移民的时候 填的时候 就要谨慎小心了 你如果撒谎的话 后果你是吃不起的 你是如果违反了 美国法律 就是犯法的行为的话 对你这个承担的后果 是你根本承受不起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点 这是法治社会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可以乱搞 你可以撒谎 但是一旦发现 你有巨大的法律后果 和法律责任 你承担不起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开放了 我们的网友 我来和陈先生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我们看到已经有这个网友李察 来举个手 那现在请他这个 请导播的把他接进来 李察 两位主持好 你好 我想谈一个问题 比方说刚才您说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审查的 就是审查严格 就是所有的公务 而且他实际上还加了一句 中共党员及相关成员 这个就边界很模糊 但是我没有看到原英文 那么这个 以后各位可以 两位可以进一步解脱 我的理解就是 可能是指亲属吧 我的理解 我在 对 我在那个国内刷微博的时候 也看到了一个视频 也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大V 沈亿 他也谈到 因为他是比较是 就是 他相当于是推广中国模式的 一个比较著名的 一个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吧 OK 沈亿 沈亿 就是那个 陈亿飞那个亿 他就提到他去年这个经历 因为国内的网民在质疑他 因为有一种说法 他就是他的那个 护照好像被被吊销了 要重新申请 要重新申请 他就提到他最近 不会有这方面的任何计划 因为他说 他看了那个表以后 他本来是吊销了以后 他后来还想去 但是当同事给他拿来那个表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 他因为有一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要他填写 他所有的这种媒体账号 就是公众媒体账号 比方说 他说你想想看 我们一生那么长 那我 我在 我有个账号 甚至我有多个账号 都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 我听得懂 因为我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哪个账号 我遗忘了 那事实上我就相当 如果说严格来说 我就相当于是在撒谎了 对吧 比方说我有八个账号 我有个账号 三年五年没用了 那我遗漏了 那如果这算成我撒谎 我要付法律风险 我觉得这个例子 和我个人的处境就很类似 就是比方说 本来今年如果没有新冠疫情 我们家有去美国的一个计划 因为新冠正好考完了 那疫情除外了 疫情除外肯定要中断的 不说 但是我肯定最近最近三年 不会有任何计划 不说是我有任何一个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经商 我并没有任何敏感 但是考虑到 就这种复杂性 这种风险 就觉得去 就变得不值得了 而美国呢 事实上中国和美国 其实确实美国是个 很有魅力的国家 就是说 除了普通的旅游 有更深度交往的 跟美国有更深度交往的 我们必须承认是一个中高端人群 对吧 那么这个中高端人群 如果说 那个就是 就是 如果 就不往来了 那么 那么我觉得确实是 这个中美关系前景 应该 我明白 很不看好 很不看好 而且还有一个 党员的九千万 加上相关人员 我觉得 三到四亿应该有吧 你要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 要受到很严格的审查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事实上 如果说 我们如果假设 这不是一个选举考量的行为 我们 我们可以觉得 就中国 中美的这个隔绝程度 会非常非常的高 就等于是 做生意还做 隔空做生意 人都尽量不要去了 知道 就美国像梦王之一样 我得绕着美国走了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长线来看 是非常恐怖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 就是 选举的一个行为 还有 我也希望 要么就是 它如果不是选举行为呢 它是一个 川普 大家都知道 川普的交易的艺术 极限施压 然后再看到底 能得到一个什么交易 然后呢 就是然后退到 他认为合理的 至少他 哪怕他退步了 他可以得到 他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希望是这样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个就是 那就比较危险了 这是一个 第二件事 我觉得现在有 因为我在国内 我觉得 因为我们听到的很多声音都是 我觉得是国外华人和国外的英文媒体的一种碰撞 说一些 我在大陆 从来不会 我在大陆 我也希望表达 我做一个普通的大陆的人 我觉得 我在国内看到的景象和国外的判断 有误差在哪里头 就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极限施压 会撕裂中国人群 我的观察不是这样 我的观察不是这样 我觉得 总体的结果不是 不是会把中国撕成两 他们想象当中的两半 而是把中国和美国撕成两半 是一个超大概率事件 我就经常说 就是说 当两个国家既不交流也不交易 那可能就是交战了 我说到这里 我想你这个想法恐怕也是相当一部分的想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些担忧和想法 但是我想第一个说 先讲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移民禁令恐怕会影响到相当大一批人 你说有可能就是现在的选举的策略之一 我不否认 这个中间我们刚才也谈到了 这个下这个移民禁令 正好是在川普发布 他已经感染上了新冠病毒 在同一天发布的 这些因素有没有 有 但是大家知道7月份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 而且在做这个事情 不过大家都还在考量各种各样的因素 把这个法律修改得更加的严密一点 精确一点 而这个移民禁 这次移民禁令和7月份传的也不同 7月份就是讲入境 禁止中共男人 现在说的是移民 你不能移民而已 就是说范围缩小了非常大的 这个可超出的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 另外一句 是不是这个移民禁令 就是说是会很快的消失 我不认为是这样 现在美国的举国一致的 就是对中国的态度 几乎民主国共和两党都差不多的 尤其是在涉及到意识形态 涉及到这些方面是更是一样的 甚至在民主党外更重视 所谓意识形态的人权方面的对中共的批评 等等 这个和你说的第二点 所以说大家要做好一个比较长期的准备 就是说有一段时间 中美的脱钩是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加速 要涉及到相当多的人群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这个中美关系 因为长期这40年来 大家认为美国方面认为 过去的这些接触政策都是几乎是失败的 所以说现在要改选更加 这个是他整个的政策导向已经完全变了 这个变了 不是说是变了只是几天的事情 或者几个月的事情 或者变就是会相当重大的 相当的一段时间 美国民主社会就是这样 他不容易形成共识 但是一旦形成共识 他会相当持续的继续下去 因为他得到了 他这个行政共识 也是不是容易的事情 他是大家反复的讨论 反复的当娘得到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要大家做好时间准备 我同意你说的后一点 就是另外一点就是说 是这样一个加强 就是说脱钩 中美两国脱钩 是在一段时间之内 在中国国内造成的气氛 尤其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基本上大多数人 还是受中共宣传的影响 相当深远的 相当重大的 而且是不自觉的 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你受到这个宣传的影响 在这样一批人中间 是会所谓强化邻居力 我们也看到了 毛泽东执政初期 就在1949年掌权以后 后来和美国翻脸 打朝鲜战争 后来加强关闭国门 是使得中国人 很多人都是同仇敌开的 当然那是他的政权上升时期 他现在是政权衰落时期 这一点不同 另外我相信是有一段 使得所谓的中国人 中国大多数人 我不说全体 因为知识界也不同 工商界也不大一样 等等 包括高级官员里面也有分裂 但是在一般的中国大众里面 是可能起一种 所谓的凝聚民族主义 所谓爱国主义的 向心力的作用 但是这只是一段时间 极限施压就是说 把美国的基本政策 把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 基本政策 特别他也强调 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 我的极限施压 是针对这个党 这个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是和他是不相容的 我们要改变他的行为 在没有改变他的行为之前 有可能在中国造成了 反方向的 或者说美国政府 他的愿望不大一样的 想象不大一样的 有一种凝聚力 但是那只是一段时间 因为这种政策 中国如果真正的和世界 完全脱钩 完全的闭关锁国 很快的情况 他这个经济 各方面社会情况 就会割裂下去 就像毛泽东时代 他和整个国际社会 完全孤立起来 他国内宣称的很厉害 大链钢铁 大跃进 然后后来就发生 重大的灾难 大饥荒 后来的文化革命 等等 他后来不得不改权 更张 当然这是经过了 相当一段时间了 以后 不得不向 当时又要反苏修 又要反苏联 要不得不向 美国这些国家为首的 这个西方社会 求援 拿起手来 最后共同对付苏联 等等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 但是我相信 这个历史过程 比毛泽东时代 历史过程要短多了 因为现在 中共的很多官员 中共的很多 既得利益 关于财产的人 包括知识界 包括工商界 包括政治界官员 他们的很多利益 都和国际社会紧密的 特别是和美国 紧密的连在一起 他们很多家属 等等财产 也都在美国了 这样一个重的打击 和当年毛泽东的时候 本身是封闭的 一个社会的打击 那是不可同日而旅的 所以说 它会催化 中国内部的变化 会比那个时候 我个人的直觉 我任何人也不可能 说出一个 具体的日子数字 但是这个变化 要比当时的情况 要快得多 虽然当时也是 凝聚了所谓的明星 有相当一段时间 他靠这个 凝聚的明星走下去 对只对最高统治集团的 一两个人 就有利 而所有的大众 包括中共党员 大家都在受罪 大家都在疏苦 最后大家都忍不住了 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只是会非常简单化的 概括的聊天 这个历史过程一定会发生 而且现在的发生 比当年的发生 要快得多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因为中共现在处于 往下跌的 下坡路的 往下走的 那个时候还是上升的时期 还有一套意识形态 鼓冲 现在大家都不信那套意识形态了 所以整个的情况 是已经完全不同了 所以说 是 有一段短时间 我非常相信你说的 有一段凝聚人心的作用 但是这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 习近平本人在党内 在知识界 在共产界 都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这种挑战会真正的显露出来 会真正的变成政治后果 但是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是我相信的 好 接下来 李察还要说 请道伯再接近 谢谢 因为我看他手放下之后又举起来 好 那就接下来 你小小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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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感谢主持人的回答 就是我接着来 就是 刚才那个主持人谈到 就是接触的失败 我觉得这是美国方面一种新的表达 就是我认为接触对双方来说 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是在 绝大部分是在计划当中的 包括中国会越来越开放 中国会承接一些低端的贸易 然后美国 就是美国人就可以更闲 中国人也有的忙 对吧 也感谢美国人给中国制造的很多工作机会 美国也得到了更廉价的 至美价廉的产品 但是说成接触失败 我觉得是一种表达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的一种表达 一种对过去的一种否定 而我看到的是核心问题 是就是说 虽然合作很成功 但是培养小弟失败 培养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 这个如果说失败 乃特止这一点 但是呢 必须正视现实 我认为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就是 这不是单独中国的问题 而是整个亚洲 特别是东亚加东南亚地区 在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崛起 中国只是在这个 在这个区域体量很大 包括印度将来也会崛起 这是这是所有政治家的一个预判 这都是这么判别的 那么说 他当然希望在这样的一个 注定将上阳的一个地区处于主控地位 只是他的主控地位受到的挑战 那么说 他对这个东西最后解释了 我如此善意 我如此好 结果我失败了 不是的 我觉得不是 至于美国内部 那么说 内容指责 内容对中国的指责 掏空了美国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掏空美国的是 美国的资本 和美国精英教育的失败 一个国家 普通的教育失败 还可以容忍 中国教育也有很多 很大很大的问题 美国近30年 以白左为主导的 一些荒腔走板 特别是他们在人文科学里头 他们放弃了 很多在理工上的 这样子的投入 就是人的投入 其实他们钱都投了 就是人都不愿意去学了 就是这样子 结果使得 中国和印度的很多学生 占据了这些学生岗位 包括一些教职 那么美国的精英教育 近30年的精英教育 我认为是非常失败的 这是掏空美国 乃至于延续 继续掏空美国的 一个最大的问题 这才是美国 就是美国如何管好 自己的资本 对吧 不要那么嗜血 对吧 包括对国内 对吧 包括对国外了 以及他们精英教育 要树立一些 起码的尊重科学 尊重常识 你现在那些 GRTP搞的些什么 你看你一个大国 天天研究 男女该怎么上厕所 这是笑死人啊 这是世界笑话 但是他们愿意谈 而且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关于就是接触失败 我就说到这里 你刚才说的这个 我只能简单的回答 因为你这个话题太大了 我觉得基本上美国政府 目前判定的过去的 这个所谓接触政策的 它是有强化 这个失败的一面的情况 但是有些基本的事实 不能否认 就是说 它养大了 就是说让中国在不遵守 而且它不遵守 它这承诺 你加入WTO 它的那些承诺 专了很多控制 美国主导的世界 自己控制 使得它养大了 这个是事实 而且这个 这个是对全世界 是个重大的威胁 我承认这个中间的接触过程 也对中国内部 实际上社会各方面 还是有所改造 有所变化的 有所演进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 这个中国共产党本身 它只要 它没有放弃 这个共产党党国 这样一个体系 来笼罩社会 它最终就像习近平 因为大家要注意 习近平上任和他的前任 包括邓时代 包括江时代 胡时代 特别是这个 它之前 是有非常大的不同了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 意识到 过去这种所谓的 像国际社会 改革开放 开放这一点 开放的比较多以后 就出现了 八九年的六四事件 就出现了 整个的全民的一个思想 向西方靠拢 然后他后来的 在这方面牢牢的把守 然后特别是习近平 他又恢复共产党 原初的时候调义等等 这是在美国现在判断的最主要的根据 他根据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系列的国家政策 他一系列的这个意识形态强化 一系列的控制社会 剥夺老百姓的基本的人权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得出来 就是说我们过去影响中国 企图使他像一个文明的开放的 民主的社会过渡 这个失败 这个从现象上来看 是的 确实 中国共产党 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政以后 你可以说习近平执政 也有某种的困难性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 这个体系 习近平 向习近平这个方向转化 从邓小平那个方向 向习近平这个方向转化 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概率的事件 是很可能 包括习近平 习近平到后期 都慢慢在走向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是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概率概念 对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 它当然是有很多缺点错误 或者说它的随近政策 白左等等 我同意你的有些表述 所谓的政治正确 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从1960年代以来 1968年那个所谓的五月革命 就整个西方世界以来 这种走的 所谓政治正确的思潮 就占到了压倒性的 特别是在大学研究 就在知识界 在很多方面 都占到了相当大的 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这个是对美国体制 是有影响 这个是话题太长 不能多讲 但是美国政府 现在判断的 过去的失败这些 它说的比较重 对失败的一面 说的比较重 对中国内部的社会 有些向国际社会 靠拢的变迁 它也看到了 所以它要强调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不同 但是他们看的 不是这么清楚 不是看的这么重 这也是事实 它是现在要流转 过去的政策 必须做交往过正 它要做 这样一个 纠偏的过程 这个纠偏的过程 我们现在正处于 这个纠偏的历史过程中间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丢偏就 摆动太大了 就对过去的 甚至的成功的方面 包括美国社会 你也不能说是 美国社会 就是都是 都是 经济上都失败了 不是 实际上 它还是造成了 有些富的人 包括有些发明 装作业很强 有些富的人 金融界的 包括这些金融资本 这方面是赚了大钱 但是贫富差距更大了 而且很多人失业了 这些现象 我就不提了 这是大家 天天都在说的 这些事情 我不提了 总之目前 现在美国政府 判断的目前的现状 大体上还是对的 不过是它 比较强化了 它过去这40年代 失败的方面 而为自己的政治纠偏 作为一个理论根据 然后做 整个的纠偏而已 我觉得这个纠偏 是必要的 纠偏到什么程度 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 我补充一点 我补充一点 就是今天的主题 就是交接的 我这两句就说完了 就是 其实关于美国的交接 我是最不担心的部分 我这一点 我必须赞美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 交接制度最完整的 包括它的交接序位 包括总统出意外 全世界交接制度 最完整的一个国家 美国在交接 在总统交接这件事 是世界的优等生 也就是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 就是美国 一直拿最高分 这次哪怕有 因为美国人习惯了 在这一点上 我单单说这一点 叫做 就是拿最高分 为什么不拨折呢 因为这次有可能 不拿个最高分 但是不拿个最高分 也是个次高分 所以说我觉得 交接是因为美国 这是美国最擅长的部分 但是美国 因为擅长 所以美国人民 对此要求很高 他们连那点波折 都觉得有点担忧 其实在其他的国家 那交接 那是天大的一个问题 那是 在美国 永远是个小事情 中国更实 永远是个小事情 这个是没有问题 这个是 你说的 这个都对的 没有问题 我要是最后 总结的一点 就是说 美国现在 作为一个 对过去政治正确 这个政策的 某种纠篇 是必要的 但是是不是 纠篇的交往 过程的太多了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目前就是说 我觉得 包括对美国的判断 有些判断 有些东西是 说起来话太长了 我们不能 很详尽的说 我觉得中国社会 确实也在这40年中间 有改变 但是在最近 这七八年 包括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有非常明显的 非常快的 向后倒退的 要重新把中国 封闭起来 这样一个企图 这个政治企图 只对他个人 甚至某种线 只对他个人有利 而对中国共产党的 其他大部分党员 也都不利的 包括对中国 大多数人 更是不利的 这个大家很清楚 但是现在这个态势 造成目前这个态势 是一个 一个历史过渡时期的态势 我刚才说的 他是在一种 不断的调适 这个政策 最后适应 怎么样来反击 过去中共占了世界 特别是占了美国 这么多便宜的 这样一个历史态势 历史的后果 我们要怎么把它 揪篇揪回来 然后把整个的发展 放进轨道 我从大的方向来说 我对美国的制度 还是认为是 没有问题 他是创立了 人类史上空前的 一些制度 我不多说了 他在整套 政治制度也好 司法制度也好 包括经济制度也好 这个政策 我都不用多说了 简单的说是说 目前的这个阶段 我们不能把那个 看得是太 太 灰烂 或者太 对中国人来说的话 就觉得 中美两国 就这样 隔了的话 对很多中国的 特别是希望能够更加的自由 更加开放的一个社会 结果似乎是 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而且美国在中间似乎要起了这种作用 我想这个是一个 我还是重复我刚才说的 这只是一段历史实际的现象 会变的 而且国际社会的 共同联合起来的压力 一定会使中国发生改变 这个改变是真正的突然一下 大的开放的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也是 类似于像苏联东欧一样的 是我们根本看不到 一些前兆的 因为它被中国被压的态势 它信息封锁 各方面的政治压迫态势 所以看不到 但是一旦 但是各方面的力量 经济上的力量 政治上的力量 军事上的力量 各方面的力量都存在 这个压力一定会促使中国的变化 不过就是说 目前美国处于这样一个压力的阶段 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阶段 而中国的部分老百姓 也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是可以看到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同胞都要放松心态 也是苦撑待变 总是会有逐渐的 中国逐渐的开放向国际社会 开放的时间的 而且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和外户社会 很多的交流 他们也会极力的运用自己各个战线上的 各个岗位上的自己的力量 使得中国更加向世界打开 这个东西 我相信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大家都能做真正的改变中国社会的方向的问题 中国社会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向走下去 是完全没有前途的 是对中国人是极大的战害 而且对世界也是极大的威胁 是不能这样走下去 好 接下来呢 请小小 请大伯把小小接进来 好 安华好 那个陈博士好 你好 其实我觉得那个说什么 那个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开放 这个失败 其实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就是说特征就是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结果 就是因为美国让中国加入这个 接纳中国加入WTO 然后市场 市场对中国开放 它的目的不是说让你中国变富 而是让你变富以后呢 改变 然后融入世界 对吧 然后大家一起做生意 就是 可是最后呢 15年以后并没有见到这个结果 反而就是更加的专制 更加的极权 对国内的这个人权上面 也是更加的恶劣 这样的话 美国实际上如果说这15年 确确实实达到了这个 你最起码在WTO上面 如果你全部都履行了 也能够跟 对那也行 也行 对吧 就是说美国也没有说让你一夜之间就把你就变成民主国家 也没有这样 因为那个毕竟是中国人的事 对吧 他只是希望用这么一个手段来让你改变 可是15年以后没有改变 而且更那个 问题是他不改变吧 他还来伤害美国 对吧 每年的这个贸易逆差 还有盗窃知识产权 每年的几千亿的这个损失 导致现在美国不光是经济上损失了 直接在政治上 那个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上面 都已经受到极大的威胁 那这样一个现实摆在面前 难道这还不叫失败吗 还怎么样叫失败呢 总之与你当初美国的意愿相违背了 已经达不到你的期望 这就已经是一个失败 而且美国人 我估计美国人当初 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利益 受到这么大的损害 这个是美国人 真的是没有想到的 对吧 所以说川普总统 实际上他也已经看到了 所以他就是要竞选总统 要上来要改变这个局面 很多人呢 就是说哎呀 这川普很多的政策啊 他说很多话 都是为了连任为了竞选 没错 竞选是什么 因为美国总统的竞选 他不是为了权利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川普总统他竞选 他要上连任 他要带领美国 他还要再做四年 要继续这个政策 继续把美国带回到正轨上 现在还没有完成 所以他的这个是使命 不是他贪图什么权利 很多中国人呢 去这么理解 当然他这个实际上 是有个舆论导向 觉得好像谁要争取什么 好像都是为了自己 No 这是totally wrong 那是他们不了解美国人 不了解川普总统 所以我觉得连任 是为了继续 把美国变得带回正轨上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个是川普总统的一个 一个鸿图大略 是他的一个报复 另外说到那个 那个川普总统 就是病了 那不管是阳性 不管他的轻重 那好歹他也是病了 对吧 作为一般人 哪怕你的对手 如果突然病了 那你也有 作为一个人性的话 你至少还是要有一种 侧隐之心 一种怜悯之心 或者是 就不说那些虚头发脑的东西 你装也得装 也是要畏畏一下吧 那么为什么 来自中国的这个 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慰问 为什么这么晚呢 刚才 大家也都提到 那么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共产党 在这些国际舞台上 实际上他们 做丢脸的事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二次了 反正脸皮够厚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我的理解 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想就是说 陈博士等一会可以回忆一下 我觉得他是想释放国内的一个舆论 给一个时间 给一个空间 让国内的舆论 因为他好不容易培养 得的那个反美情绪吧 正好这个时候要释放一下 然后呢 因为他不能第一时间慰问 第一时间慰问呢 那国内就不好反美了 也不好说 那个川普 庆祝川普总统得病什么 你知道国内的那种 等一会再说 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就慰问了 他就没有那个窗口期了 所以呢 他要吃两天 但是这样 其实也已经很难看了 就像安华刚才说的 如果今天再不来的话 那就不用来 实际上我觉得 他昨天那么晚 他比所有人来得晚 他都其实都不用来 你还不如你就干脆 我就不慰问你 我觉得你还是个有种的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我就觉得国内的人吧 也很悲哀 虽然我不能怪他们 但是也确实让人感到很悲哀 你想 连金正恩这样的人 川普 那个普京吧 那他当然 他是自称大国领袖 他肯定会做的 这个是 这个是最 争面子的事 就至少我是 我是绅士 我是君子 对吧 但是 你看连金正恩这样的人 都已经有慰问 那我真的是很想 就是国内的同胞 你们想的 难道你们连金正恩都不如吗 我真的很悲哀 替他们感觉到 你说这个 谢谢 释放一段 一短段时间上 发泄他们的反美情绪 这个是有可能有这个考量的 但是大家注意到 这个国内的 是释放了 非常短一段时间 后来 对这方面的 就完全非常严厉 下架了 而且这个美国也很关注 我看到这个CNN他报道 专门提到这个事情 就说呢 把这很多这种反美的 或者说幸灾乐 或者言论的 全部都给删除了 删除掉 包括这个 胡锡进那篇的什么 付出代价 他也马上改了 也都删了 就是他也注意到了 就说这也算是一个 相对比较友好的一种表示吧 这个我觉得他是因为 因为习主席要来了 要慰问了嘛 那跟这个声音就不和谐了嘛 那所以先放了出去一阵 然后再收回来 那我就来慰问 对吧 我跟你讲 共产党的东西 咱们是从那里来的 恨不得我都觉得 我们都已经是 他肚子里的蛔虫了 只有美国人不知道 咱们就他一个动静 太了解 要么就是现在美国 会有这个余茂春 只要他屁股一跳 就知道他要拉屎 或者拉料 对对对 这个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确实是这样 你像这个余茂春 我觉得余茂春这位先生 我就想起 中国实际上在几次的外族 就是入侵中原什么 实际上他们里面都有汉官的 当然中国人叫这些人叫汉奸了 其实这些汉官 你像那个蒙古也好 什么人也好 他们都是有汉官 汉官呢 就给他们告诉他们朝廷里面 这些朝廷的人是怎么想的 皇帝是怎么想的 他们内部是怎么个运作法的 他们这些汉官就太知道 所以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汉官 他们才能顺利的入主中原 所以我一看见这个余茂春以后 我就立刻想起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一下子就摸到这个共产党的脉门了 好谢谢 实际上那个八国联军的时候 也有非常多老百姓还不光是像汉官这种东西 带路党 一般的老百姓给送粮送草的帮他们很多事情 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好 下面李察还有话要讲 李察 我再补一个话题就是也是今天的主题 我怕站在后面的时间我刚才没讲 就是川普的病情 就是川普的病情 我觉得从时间顺序上 川普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了半年以上 感染了新冠 美国总统的安保是世界最第一的 这里头一定包括生物 还有包括就是各种攻击吧 生物啊 传染病啊 他一定有一套安全体系 体系 我觉得是川普自己穿破了这样的一个安保体系 包括他平时说了很多反科学 就是反专家的一些言论 他当然说川普 我觉得必须有一点佩服 川普是个坦诚的人 他他他他他反了科学 他也他说了反科学的话 他现在也做了反科学的事 他感染了新冠 作为个人 我们对他 我们出于对人民的关怀 我们肯定希望他升级好 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 我也祝福他早上健康 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 我们把我们把这个东西从川普身上抽象走 我们就把它还原成一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疫情传染过程中做得不太好 然后呢 他他也不注重 他没想到美国人民授予他极其重要的岗位 让他完成极其重要的工作 他却穿破了美国传统上给他的这样一个保障 然后呢 就是 然后使得自己感染疫情 然后呢 给国家带来了临时的一些潜在的危机 好 我们把他抽象 从川普上抽象出来 我们会说怎么样 而且又面临进去 我们会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那么不靠谱 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 跟他得不得病 我们关不关心他 恢不健康 这是两件事情 要抽出来 我觉得是这样子 真的 很简单嘛 如果我就说 我把这个抽象出来的国家领导人 投射到其他这个国家 比如说投射到安倍身上 投射在那个啥 就是 比如说投射在默克尔身上 那 那国民观感会怎样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正常的是 我们会觉得这个人 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 是适当的 你既要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我 这是得当的 对吧 但是我现在注意到 美国有一种独自的看法 包括美国的那个Fox 那个主持人 就说出这么荒腔 从晚上 川普是替美国人民 得的这个病 这是很主流的媒体 对吧 包括我也现在看到很多 就是确实 虽然我懂英文 但是我还没有习惯于 就大量的阅读英文 短门 我阅读 成篇英文读起来很累 但是从华人媒体 华人的海外媒体 应付过来的信息 包括像现在很多人 对选举的预测 居然没有负面效应 我当然不希望 就是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影响川普的决定 但是从逻辑上 才应该影响川普的决定 现在我甚至 我不敢保证 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 但是我甚至看到了 相当不少的人 认为这样的情况 可能对川普的疫情有利 而且川普的选举有利 而且有这种 而且我从事件的各种反应 真的有可能往这个方向走 我只能说 可能这个事件 有这种叫美国逻辑 对吧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反科学的东西 这也是美国社会 存在的非常深层的 就是 就是 左派有左派的 那个反科学的方法 那右派也有右派的 反科学方法 你像这么严重的疫情 专家多边缘呀 我们除了看到一个福奇 按理说像这么广大的一个疫情 会有很多很多知名的 跟疫情相关的病理学家呀 疫情学家 明星医生 全都该露面 我们只看到 谁呀 川普 川普的发言人 福奇 而且福奇就算有福奇 福奇都会变成了 我觉得 真的有时候 至少在新冠疫情上 我看不懂美国 好 我说到这里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请 陈先生 我想 这个 这个是 川普他当然 他是一个和别的总统 不大一样的 是 是所谓的 我跟他说一个 这个性情中人 他的喜怒哀乐 他非常快的 非常明显的 不加掩饰的表露出来 他的当初 全这个疫情的初期 他是有轻忽的 当然他也是 从中国来的 这个船班 但是我刚才说 他根本 他不是搞科学 或者说 他不是说 是一个非常心思 很细密很细密的 没有想到 从欧洲这样 转过来了 等等 这些东西 当然 他有一定的责任 应该说 但是呢 就是说 我反复的说了 这个是和中国的责任 是不合同这儿 我们不多说这个话题 后来的这些 所谓的 他 虽然是你看见 在台面上 就是只有呼吸 实际上还是有 强大的美国的科学系统 医疗班子 在工作 大部分 川普 也还是会 接受他们的 那个说法 他不可能是说 他自己完全的 不管这个科学系统 科学专家的说法 而且后来他也 实际上 他对戴口罩 我们可以理解的 他这种人 他很反感戴口罩 这种 影响他自己的呼吸 影响他自己的外交形象 影响他 等等等等 但是他后来也戴了口罩 他还不得不 同样的 要向这个 基本的常识 向基本的医学的 那个知识 去服 他还是做了 他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他自己 传染这个事情 我想很多专家 都肯定都列了 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从哪个 现在也没有定论 究竟他是怎么样 传染上的 就是说做了很多保护工作 但是这个病毒 确实他的传染性太大 包括英国首相也得了 查尔斯王子也得了 还有好多好多国家元首 巴西的都 都不能说这些人 都没有非常严密的 都都想尽了他们 当时能想的办法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 肯定都是要加以 严密的保护的 但是还是得了 这个只能说 我们现在对这个病情 病毒的了解 还不够完善 不够不够精确 或者说等等 有些防范 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也现在也不清楚 究竟他是怎么样 染上的 他不能说 我后面的 就是说后面的 川普的整个的 关于防疫情 不能说完全不 不理科学 他有些要做一些 政治姿态 他要做这个 民粹的政治姿态 要说一些好像不这个话 但是他实际做的时候 他自己保护自己的身体 保护家人的身体 这方面我想他们还是 基本上是要遵守 医学方面专家的 所有的意见的 但是他还是得了 很多人也是这样 都非常小心翼翼的 还是得了 这个东西很难说 就是说不能说是 完全是他 完全清乎 完全是大而化之的 就让病毒来清晰他身体 这个恐怕还不是 这样一个情况 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任性的一个总统 他是有些 方面有些任性 但是有关自己 本身的健康 有关自己家人的健康 有关整个国家的前途安慰 他不会这么 他有些事情 是做的政治姿态 早期他可能是对这个 这个不是太在意 就觉得这个 习近平也给他通过 一切都控制住了 没有问题 等等等等 他的信以为真的 他是一个比较 怎么说 总的来说 是个性情中人 不是说这么严密的 科学思考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还有网友要发言 没有的话 我们就今天的这个网友互动 就到这个 到这儿就结束了 因为这个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金钥的这个概括 那么再次感谢我们今天 我们的嘉宾 陈奎德博士 感谢我们今天发言的几位网友 包括李察小小 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喜欢我们节目呢 欢迎收藏分享点赞打赏 同时呢 订阅我们这个 有关的频道 接下来呢 稍后回来 感谢我们的导播啊 很辛苦啊 进行这个 请陈先生呢 就今天的四个话题 发表金钥的概括 好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时要感谢在线观看的 1700多位这个网友 这个观众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